我们的心跟师长相应 我们就是时时当一个好学生 所以师长也教诲我们 要以无量寿经为你人生的剧本 那四十八愿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愿 当我们的心 我们的愿 我们的解 我们的心 都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我们也可以在当下 努力去经营出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愿将东土三千界 敬重西方九品莲 我们也要深刻去感受到 佛陀世纪的悲悯 如来以无尽大悲 精爱三千界 所以初心于世 光产道教 欲整群迷 会以真实之力 男子难见 如幽潭花 如来的无尽大悲 如来的无尽大悲 我们要深深感受 放在心上 如来要给予我们的真实之力 我们要好好掌握住 我们要好好掌握住 什么真实之力啊 当生成就 当生成佛 所以若诸有情 当作佛 行超普贤 登彼岸 事故伯闻 诸自是 因信我教 如实言 如来妙法 信听闻 因常念佛 而生习 更重要 最后 受词广度 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 所以我们有缘得到这个真实利益 我们也有义务 要受词广度 生死流 我们这样就是佛陀的好学生 所以我们邻里乡党 亲朋好友 都要把正法 把当生成就的机缘 广宣留步 那后来史可法 每一次回到他的故乡 第一个不是回家里去 先到哪里 先到老师的家里 虽然老师不在了 他的师母 还有老师的后代子孙 他都竭尽全力 奉养照顾 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 感受到古代人 私生的情谊 给我们内心很深的感动 那我们要渐弦施起 我们一生当中 遇到非常多 教诲我们 帮助我们的长辈 我们也要立身行道 好好把人生过好 他们都会非常欢喜 我在小学时候 成绩不怎么好 读了四年 成绩都是静静退退 要上五年级的时候 刚好 我分配到 我的小学老师 姚老师那一半 我的母亲 刚好也在我们学校任教 我的老师呢 就问我的小学老师 她说 这个孩子怎么教 我妈妈想了一下 就说 这个孩子不爱念书 但是很爱面子 爱面子好不好 不好 可是可以顺势而为 我们老师一听 他就点点头 好 我知道了 结果边班那一天 是所有的四年级学生 在操场中间 那十二位老师 站在操场旁边 然后开始 一班 某某某 这个学生就跑到一班 二班 谁他就跑去 那我就跑到了七班 念了五年七班 整好队伍以后 回到教室 我的姚老师呢 他就说 蔡里迅 你跟两个同学 一起去拿扫把 那小学生被老师叫到 都怎么样 哇 很高兴 可以为老师服务 就赶快跑去 拿扫把回来 接下来 我的老师又说了 蔡里迅 去带五个同学去办书 那我们就赶快去领新的书 所有这些前置作业都做好了 然后我的老师就说了 来 我们来选班长 我提名蔡里迅 其他你们提名 那选举结果怎么样 新边班认识的都三四个人而已 哪有认识很多人 那只是耳朵里面都听到哪一个名字 所以我就这样顺利当上班长 但是班长在小学生的心目当中 跟什么画上等号 品学兼优 所以我就不能成绩不好 叫我面子挂不住 所以老师不会摧灰之力 没有叫我用功 没有叫我用功 从此以后我的名次就没有再调到三名之外 所以确实教导孩子可以因财施教 观察好可以用很善巧的方法去成就学生 所以老师的这一个做法 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为了学业在那里让父母担心 后来我考上了教师 我也很欢喜又回去找我的老师 小学老师 那我跟老师坐在素食馆里面 我请老师吃饭 旁边服务员走过来就问说 这一位是因为我也常跟母亲去这一家素食馆吃 我就跟她介绍 这是我小学老师 她一听也很羡慕 哇小学老师 现在还有联系 还一起吃饭 那我就把 刚好因为那一段时间 已经听闻佛法了 我就把认识佛教三归一 这些老师上的教诲就送给我们老师 他拿来很欢喜就对我说 从今天起我是不是要叫你师修 我跟老师说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老师就是老师 内心感受到师生这个缘分 可以是人生很高的享受 后来我还跟老师就这个教学经验做探讨 老师也把他很多的宝贵的这一些智慧 都全盘托出告诉我 那后来因为我又到了海口 推展中国文化 推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小学老师 跟他报告 学生在大陆做的情况 结果讲完以后老师在电话的那一头一直笑 他说有你这样的学生我真高兴 所以从中我们体会到只有两个人绝对不会嫉妒你的成就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师长在物质上也没有什么好供养 最好的供养就是能够立身行道 能够让师长给我们的教会在我们身上开花结果 利益家庭 利益社会 国家 好 那我在从事教学以前 是先去补习班 补习都还没有考上 但是我们的内心很笃定 一年没考上 怎么样 再来一年 两年没考上 再来一年 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所以我在去考试的时候 已经离考期只剩下四个多月 那很多同学都已经准备了半年多 有的已经考第二年第三年的都有 所以第一次模拟考 我离标准分数40多分 第二次模拟考 离标准分数还差20分 第三次正式考 超过标准分数44分 所以考试是打心理战 要保持平稳 结果我在这四个多月的准备 确确实实都没有紧张 结果在考前前一天紧张了 所以还是会有业障 限制 有一位长者陪我去考试 因为我当天没睡好 我不敢再吃镇定剂了 结果一出门准备要去考试 这个长者一看我脸色发青 他也不好意思问 结果那一天考试一连考下来 考了好几科 结果后来考完试我们回家 在回家的途中这一位长者就告诉我 他说你会考上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第一节课是脸色发白 考到最后出来脸色泛喉 所以业障慢慢有消退一点 所以后来确实顺利考上 那在我要当老师的前期 在补习班 我有一个很老的朋友 已经二十年的小学同学 我跟他确实是患难与共 曾经一起骑摩托车 我说我载着他掉到水沟里面去 结果我的鸽背都摔断了 还有一次他被人家绑架 还是半夜三点多 我跟我父亲去警局 去跟他会面 当一个人处于这么样的惊恐 一看到好朋友 眼泪当场就掉下来 所以我这个朋友情谊很深 那他这一辈子第一次交女朋友 都已经二十几岁 二十五六岁了 才第一次交女朋友 代表我这个兄弟怎么样 很老实 那他也就交了这么一次 后来就结婚了 那他交了女朋友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交女朋友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 我很欢喜啊 好好好来我们家坐坐 结果在这个坐的过程 他的现在的太太就说了 他说我们老实说 我们老实说 就常常提到他的小学老师 我心里想 这个假如是五六岁的孩子 我也不意外啊 一个二十多岁的人会常常挂在嘴上是 我的老师说什么 我就很惊讶 这个老师给予他的影响 不亚于他的父母 所以对他的老师就升起了 从敬之心 我就脱口而出说 我可不可以跟你们老师见见面 他老师已经教书三十多年 一位女老师 那他呢 就说好 我去问我们老师 那当天晚上 就觉得自己太唐吐了 也都还不认识他老师 就提出要求 所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隔天就打了一通电话 给他太太说 我看算了吧 下次有机会再讲 他太太就说 我已经跟我们老师讲了 我们老师说 像你这样的人 赶快进入教育界 所以他已经决定 要跟你见面 所以说 那这个姻缘就促成 那一个礼拜 我的同学 就开着车子 载上我 然后去接他太太的老师 结果人生的缘分 相当奇妙 他的老师跟我们家住的 只差五百公尺 所以这个缘不到的时候 纵使见面 也不相似 结果上了车以后 他的老师回过头来 第一句话 给我很深的震撼 他说 教书三十多年来 我的学生 教我很多东西 对于我们还没有任教的人来讲 这样的言语几乎是 闻所未闻 一般老师的形象都是指着孩子 你这里错了 你那里错了 但是他却深刻感觉 就是因为孩子的种种情况 提升了他的智慧 提升了他教育的经验 所以当一个老师 面对孩子是这样的态度 当然他的学生 对他就非常印象深刻 也非常感恩 他接着又说 学生犯错的时候 就是我们教导他的时机出现了 所以不可以乱发脾气 我从这样的经历当中 体会到 假如师范院校的学生 能够在还没有踏出校园 还没有任教以前 就能够得到这些 非常有经验老师的教诲 他教学的路途 可以扫走很多什么 冤枉路 而且心态一震 方向就震 所以我们也深刻体会到 教育界一定要非常重视伦理 只有重视伦理 才能把这些宝贵的经验 源源不断往下传 假如没有伦理 我们这些年轻老师一毕业 看着这些老的老师 还说 你看我现在读的理论 你们都没读过 这个傲慢心一起 长者会不会教 不可能 因为我们不受教 其实啊 近代这些教育心理学 教育哲学 教出来的孩子变什么样 有没有比较好 所以是不是新的东西比较好 要谨慎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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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立志 所以第一段就告诉我们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要救一个国家教育才是根本 所以读书人一看到 原来教学学习守重立志 他那个根就炸对了 但是我们接受教育心理学 没有这个教导 反而这些理论 都是从什么实验出来的 拿什么当实验 拿老鼠 拿猫 拿狗 所以这些实验交出来 是要把人交成什么 交成什么 对啊 他是用动物的行为来教人 那人会交成什么 所以下一代 无父无母 没有道德仁义 所以不是新的东西好 我们看到孟子一段话 人义理智才是人之四端 人没有这四个东西 跟禽兽就没两样 这才是教做人 这才是教育 所以孟子说 侧隐之心 人之端也 修恶之心 义之端也 持让之心 理之端也 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 所以人义理智 就好像人有两只手两只脚 假如没有人义理智 那这个人就怎么样 不完整 那跟禽兽几兮 跟禽兽又有什么差别 所以面对这个时代 诸位同修 我们要很谨慎 知识越爆炸 混在里面的 邪之 邪剑 就越多 有一本书很有名 叫穷爸爸 副爸爸 诸位同修有看过的几首 诸位同修都是师长的好学生 都一门深入 不乱看电视 不乱看书 随喜功德 这一本书里面就提到 从小要让孩子管钱 他的利基点不错 结果里面就有建议 孩子假如做家事 你要犒赏他 给他鼓励 给他两块 给他三块 有一个家长 他看了以后 马上就跟他女儿讲 你帮我洗衣服 给你三块钱 帮我洗碗 给你两块钱 列出了一张什么 工资表 哇 结果他就跑过来跟我们说 他说真有效啊 我的女儿本来很懒惰啊 突然变得非常勤快 有没有效 老祖宗说要 道法自然 他有道理啦 假如不到法自然啊 求快啊 一定会有什么 副作用 所谓欲速 则不打 但是因为功利主义挂帅 现在的人想什么 都是要快速解决 都跟自然不相应 比方说中医跟西医啊 就不一样 西医强调快速 本来在流鼻涕啊 要一吃下去 马上怎么样 不流啦 咳嗽呢 要吃下去呢 一下子 一两天就不咳了 看起来啊 怎么样 很有效 那我们注意一下 孩子常常吃药 有没有吃得身体越来越好的 有没有哪一个糖尿病患啊 到西医里面 然后后来说 我糖尿病好了 都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大量吃药啊 伤肝伤肾 很多并发症都会出来 那为什么 会流鼻涕啊 我们要从症状啊 去了解它的原因啊 为什么人会化脓啊 其实啊 那些都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跟这些侵入的病毒啊 打仗 打完仗之后会有什么 尸体留下来 所以你看到这个鼻涕啊 你要给它合掌 辛苦你们了 它在为我们的身体打拼啊 你怎么可以把它呢 消灭掉 所以人不懂得啊 去了解真正的原因 因为啊 当病毒侵略啊 这个这么精密的人体啊 会启动免疫系统 所以为什么会发烧 我们看呢 两冰相交啊 这个刀子撞在一起会怎么样 会有火花产生 所以就会发热嘛 所以就上升温度 它在代表啊 你的系统啊 很认真作战 所以这个当下 不应该吃药 你这个西药一吃下去啊 它看到病毒啊 杀了 看到你的免疫系统啊 通杀 所以现在有一个致富的方法 你只要能发明出一种药 只杀病毒 不杀免疫系统 保证你会一夕啊 致富 但是现在有没有这种药 没有 所以吃下去以后啊 坏的杀了 好的也杀了 所以我们看看 孩子吃药 吃个两三天啊 气色怎么样 都会明显啊 消瘦下来 而且没有胃口 因为肠胃里面好的细菌啊 都杀光了 那他越没有胃口啊 吃东西就 越不能吸收营养 所以就会恶性循环 所以这样的孩子往往啊 只要流行感冒一来 他必然 他必然 要去啊 拜访医生 所以这个假如从因果来看啊 可能前一辈子啊 也欠医生怎么样 不少钱 所以这个恶性循环 要到什么时候 很可能 父母要担心孩子的健康啊 担心一辈子都说不定 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看西医啊 这个西医非常有医德 看我的病情啊 不算太严重啊 他都告诉我 多喝开水 多休息 不用打针 不用吃药 结果现在的医生是怎么样 不只要吃药啊 还要左右各一针 其实有时候也不能完全怪医生 现在都是什么 去看病的人好像没被扎两针 心里不安心 没被掉一滴点滴 掉个几个小时 好像就心里怪怪的 所以这个正确的知识啊 很重要 发烧的时候 只要啊 不要太高啊 就不会伤身体 所以我们应该让孩子啊 睡冰枕 而当孩子常常能跟病毒打仗啊 他免疫系统 可能在两三岁的时候啊 就渐渐啊 健全 起来 而当免疫系统一健全啊 就是一辈子受疫 所以在医学当中啊 人都贪快 再来 在教育孩子当中啊 人也怎么样 贪快 有家长啊 来找我们 聊孩子的问题 跟他聊完以后 我们就跟他建议 这个冰冻三尺啊 非一日之海 所以孩子这个问题啊 已经好多年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有心啊 好好配合个半年一年 慢慢让孩子的行为啊 可以倒震过来 这个家长一听到半年一年 马上脸色怎么样 怪怪的 可能心里又想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要出去的时候呢 哎呀 老师谢谢你 感谢感谢 离开以后啊 从此啊 有没有再来啦 没再来啦 可是假如他在报纸上看到 只要你花三千块五千块 三天密集培训 保证你能交出天才 相信那一次报名的人数会怎么样 趋之落物啊 大报名 人都贪快 由于贪快啊 理智就提不起来 所以这种现象啊 叫听骗 不听劝 认假 不认真 所以我们要思考到啊 现在人的思想啊 确确实实 有很多的部分啊 都受到了这一些功利主义的干扰 连我们当老师的都是如此 所以这一些年长老师的经验呢 就非常的难能可贵 那我们又要修学普贤实愿 就要请转法轮啊 请佛 注释 有这么好的老师呢 不能我一个人学 所以我就啊 让很多的同学朋友啊 去听这个老师呢 上课 怎么上呢 不是看一节课啊 现在很多教学演示都怎么演示 准备两三个礼拜 然后来教四十分钟 能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 看到的很刻意啊 花一大把时间 做了一大堆的教剧啊 然后演四十分钟 那一节课教完以后啊 那个老师会怎么样 瘫在地上 累的半死 这样真不真实啊 不真实 这个老师怎么样教给我们看 从第一节课啊 看到最后一节课 而且啊 他不刻意啊 准备 我平常如何引导孩子 如何教学 真实呈现 所以后来啊 我很多的朋友啊 都把他的同学带来了 还有一个师范院校啊 是教授啊 带每一个班的学生啊 轮流 一次啊 差不多十个学生来 还要排队啊 来看这一位陈老师教学 所以这一批的师范院校的学生 去考试的时候都非常顺利 给他们考试的老师啊 都会说啊 你是还没教过书吗 怎么可以懂这一些观念 所以确确实实啊 要重视啊 伦理 确确实实啊 有受教的心啊 会得到相当大的利益 那我得到 这些好老师的教导啊 我们自己当老师的时候 也要自我 期许 经师益德 人师难求 那我们就要 学为 人师 行为 示范才行 所以师生之间 也要 言而 有信 所以我第一年代班 之前也有提到 因为要拉近跟学生的信任 所以我都买饼干 煮东西给他们吃 那刚好有一位家长 他就是学生的父亲 那一天我们运动会 家长带了好多的饮料 上楼来 那他抓的那个时间啊 刚好是 我们去操场排队 这个家长本来打算啊 这个饮料一放啊 就怎么样 赶快走了 很多家长 不大习惯跟老师沟通 为什么 因为不常联络 慢慢就怎么 疏远 假如能常联络啊 自然距离就划几掉 所以 现在的整个家庭教育要转动 还必须靠我们学校的老师 因为家长并没有受过教育的训练 而老师比较有基础 假如老师肯多用分心 将会让很多家庭受益 结果我看到这个家长 他的肢体动作啊 就可以感觉出来 没什么跟老师讲过话 还有一点紧张 那他就跟我说啦 他说老师啊 我的孩子啊 比较听你的话 比较不听上一个老师的话 那接着这一个家长就说啦 他说我儿子讲啊 上一个老师啊都跟他们说 大家一起吃饭 结果每一次呢 学生还没有用完啊 还在那里盛饭啊 老师已经在后面怎么样 吃起来了 才一句话哦 大家一起吃饭 假如老师没做到啊 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已经怎么样 信用已经一点一滴啊 再流失掉 所以当老师当家长啊 一言一行 要特别谨慎 特别重视 这样也是给孩子一个 言而有信的好榜样 接着他又说啊 他说老师 你也是说啊 大家一起吃 但是啊 你都比学生啊 还晚吃 那为什么比学生晚吃 因为当学生盛好饭的时候 我都习惯啊 跟他们讲一句礼语 比方说 这个礼拜呢 我们讲的是孝道 我就收集一些啊 跟孝道有关的礼语 为什么叫礼语呢 因为礼语啊 都是那一个族群里面啊 老师中留下来的精辟智慧 所以像 旧婆海里啊 这在北乌西啊 对啊 当我们手上抱着孩子 感觉到 抚养孩子的辛劳 突然才会想到 父母的恩德 非常的大 所以我每一次啊 就这样呢 先教他们一句礼语 教完以后啊 走到下面去呢 开始巡视 对饮食 勿减责 你这个菜怎么夹这么少啊 要不要老师帮你服务一下啊 学生马上 哎呦不要啊 自己就乖乖啊 再去勉强啊 多夹一点菜 所以我们往往这样巡视下来 坐在桌上 喘息一下 有一些吃得比较快的孩子 怎么样 都吃饱了 我们再慢慢吃 所以确实啊 孩子的眼睛很利啊 耳朵也很利啊 而且不只是一双眼睛 一双耳朵啊 是几十双 同时在看 所以 我们在修学过程啊 非常感受到 教书可以提升境界 因为这些孩子啊 都是菩萨 随时都盯着你 你有没有做到 那个景学境 不提升啊 也不行 后来我从澳洲 回台湾 刚好啊 那个时候 在杨老师家里住 我一个 师范院校的同学 知道 我回来了 就打了一通电话给我 他说 我们学校 有一个班啊 很难带 全校最不好带的班 你要不要来 带课一下 他不说最难带 我们还不见得有兴趣 他一说最难带 我们就很有兴趣 不入虎穴啊 先得虎子 而且很重要啊 当我们的经验 积累越快啊 往后的学生 受益就越大 所以也抓住这个磨练的机会 去学习 学习 结果因为这一位老师啊 他教了四十年的书 那六年级下学期啊 他觉得不想再教了 教太累了 所以他这后半学期啊 就退休了 所以必须在这一个学期啊 找一个代科老师 这一个老师啊 他就开始呢 把学生名单拿出来 一个一个帮我介绍 他说这一个啊 是奶奶带的 很皮 另外一个呢 这个妈妈 爸爸离婚了 就把很多情况 家庭状态呢 跟我讲 讲下来啊 我们真是啊 替这些孩子啊 非常的担忧 几乎呢 三分之一的家庭啊 都不健全 刚好有十九个男生 讲完以后呢 这一位老师啊 他就说 就这么四五个比较乖 其他的呢 都不乖 我们听到这样的话 内心呢 并没有呢 很恐惧啊 反而呢 有一句话提起来 学生犯错啊 就是我们 教他的时候 所以这一位 陈老师给我的教诲啊 也影响我往后的 教学生涯 当我们有这种啊 坚韧的态度啊 学生能不能感受到 可以感受到 所以我在 从教的过程当中啊 就有一个态度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 人太功利了 甚至于连父母啊 都不知道如何真正爱一个孩子 所以现在自杀率高不高 很高啊 那自杀的人 他的内心是什么状态 绝望啊 那人为什么绝望 感受不到温暖 感受不到关怀 所以我们当老师啊 跟学生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 只要我们真心对待他们 他们一定会感觉到 老师很替我着想 所以只要他觉得老师 很爱护他 他绝对不会走上绝路 而且只要啊 往后他的人生遇到问题 他会找谁啊 他会回来找老师 所以当初任教的时候啊 我的想法是 就呆在这个学校啊 教到老啊 都不要离开 这样我们每一届的学生啊 都怎么样 都找得到老师 但是啊 人算啊 不如天算 因为教了一年以后啊 更体会到自己不足 又感受到文化的价值 所以才会啊 辞掉公子 到我们学院啊 来学习 学习儒家教诲 佛陀的教诲 所以我接着那一班以后啊 就开始呢 四五个月啊 非常好的回忆 一进去啊 就了解他们有四大天王 不是郭富城啊 是四个啊 常常都要到啊 训导出去 立正站好 等那些学生 但是我们真正去 跟他们了解以后啊 这些孩子都很善良 只是啊 比较没规矩而已 只要你呢 能够好好引导他 他感受到说 老师很有益气啊 他也会呢 愿意啊 越来越好 回馈老师的爱护 那其中有一个学生啊 他的脸部表情啊 不是很好 那种感觉就好像呢 我们欠他钱没还 我就把他叫过来 我说同学啊 老师有没有得罪你 他说没有 我接着问他 那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学生说 五年级上学起 哇 连什么时候脸色变这样 他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小孩子都不傻 那我接着就跟他说啊 说你这样的表情啊 会让人家误会你 好像呢 你看人家不顺眼 所以啊 往后呢 脸部表情要放轻松 要多露出微笑 不是 讲完的时候 他有没有露出微笑 没有 好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能不能跟他说 你这么不受教 这样啊就超之过急 培养信任啊 要点点滴滴 不然其实我们不是爱护他 控制啊 你给我乖乖的 这样会适得其反 所以后来啊 我就有一些工作 就找他去做 因为我听到同学啊 有谈论到他一件事 就是啊 他曾经啊 在这一段时间呢 都去市场啊 帮他母亲卖衣服 六年级的孩子啊 很爱面子喔 还会帮母亲去市场卖衣服 代表怎么样 很孝顺啊 只要有孝心的孩子啊 都很容易引导 很容易啊 把他拉拔起来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之内啊 我办公室啊 去没几趟 常常都坐在那里 改作业 改作业啊 不是真正的目的啊 醉翁之意不再久 在哪 在把我的顺风耳打开来 收集学生的情报 不然你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怎么去了解他 所以诸位可不可以感觉出来 我很奸诈 但是啊 善恶要从存心看 所以啊 才有这样的机缘啊 对孩子的状况 他的个性啊 有所了解 所以后来 我就安排他 去当学校的纠察队 他就站在楼梯口 看这一些第一年级的小朋友 不可以乱跑 走廊不可以奔跑 来过来 名字记下来 下次不可以犯 他自己当警察 要不要守法 他走在校园里面 这些一年级的小朋友都看着他 所以他的行为啊 慢慢就倒过来 那有一天啊 我就跟他说 因为我发现他蛮有正义感 我说啊 老师让你当班长好不好 他吓得半死 哎呦不行不行 不可以 因为呢 我从我小学老师里面 学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让他当班长 结果啊 我就这样 一直来劝导他 不然这样好了 当一个礼拜就好 他就勉为其然 接受了 后来当了一个礼拜以后啊 从子就下不来了 就一直当到啊 学期末了 除了在做事能力啊 方面呢 我们呢 时时给予他机会跟肯定 在他 学习的过程 比方说在上数学课 他很专注 思维很敏捷 回答的问题很好 我们马上说 你看这位同学 居然能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他很聪明 这个只要用功啊 以后不得了 点点滴滴啊 把他的自信心啊 换起来 结果第二次月考 他考了全班第五名 进步很大 后来啊 我们听师长的教诲 要多请客啊 多送礼 所以呢 找了几个 在班上啊 比较有贡献的人 还有这一位班长啊 就一起出去吃饭 那在门口相约 他的母亲啊 骑着摩托车 载着这个孩子过来 一看到我啊 马上噼里啪啦就讲一对话 这个话不知道憋多久了 他第一句话就说了 他说蔡老师啊 我的孩子读书 读了五年半啊 从来没有一个好老师看到他 孩子都是父母的心上肉啊 这一句话在一个母亲的嘴里讲出来 这个母亲的日子好不好过啊 不好过啊 所以我们老师的一点一滴的付出啊 都是给父母啊 相当大的安慰 所以这个母亲啊 讲了这一段话呢 我就把它指住了 我接着呢就对母亲说 我说这个孩子啊非常有潜力 从他呢当班长 从他交代的事呢都处理得很好 所以有领导能力有做事能力 那他在学数学方面呢 思维也很敏锐 只要继续保持啊 上了初中以后啊 成绩会越来越好 那称赞学生要具体 这样呢 家长听起来啊 他会觉得是真的 虽然我是在讲给他母亲听啊 事实上在讲给谁听啊 这个学生就站在那里啊 听老师讲了好几分钟 这一些话啊 会在他的心中停留多久啊 真诚的心啊 会感人 后来啊 毕业典礼 我们必须啊 把这个孩子呢 送出校门去 刚好颁奖 颁完以后啊 又剩一个奖 我觉得呢冥冥当中好像都有安排 让我们可以啊 抓住一个机会点 我就对同学奖 最后这个奖啊 我们颁给了 这一个学习啊 做人做事进步最多 学业也进步很多的同学 来里面提名 那当然大家了 就提名这一个同学 他就把礼物啊拿回去 结果一拿回去以后啊 一个大男生啊 坐下来以后啊 眼泪啊 就开始在那里流了 我们当老师啊 站在讲台上啊 下面是一览 无疑 当我当老师的时候呢 觉得自己很愚蠢 因为以前小学的时候呢 都走在底下 觉得老师没看到 所以啊 看到这个学生我心里想 我是有见过世面的人 我这一生啊 不为伤心掉眼泪啊 只为感动掉眼泪 所以心里想说 待会儿啊 他假如继续哭啊 我就好好安慰他一下 后来排好队啊 要带出校门 一路上走呢 回头看看他 还哭得很伤心 所以我就走到他的旁边 用我的左手啊 搭住他的手 正准备用我的右手 拍拍他的肩 唉 别哭啦 结果当我的左手握住他的手啊 这个孩子啊 抓住以后啊 使命的喊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就一直这样喊下去 我在那个当下 被他的电流电到了 眼泪啊 在那里打转 不能失控啊 要带队出去 要带队出去 我就开始深呼吸 深呼吸几次啊 走到队伍前面 把他们送出去 送出门以后啊 我走进校园 突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不是我教的这个学生啊 而是他啊 帮我上了 为人师一个重要的一课 他告诉我啊 没有孩子啊 不能教 观看我们的真诚心啊 够不够 好 那这一节课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父子关系当中要言而有信 而且这个信还有信义的意思 有本分 有职责在里面 虽然这些本分职责没有付诸承诺 但是却是常常放在心上 时刻不忘 时刻想着要尽孝子的职责 在师生关系当意识如此 老师要言而有信 对学生也希望能够成就他 学生对老师也是念念不忘恩德 再来君臣关系 也就是现代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那当然领导者的言语 一定要守信 所谓君无戏言 假如领导者不守信 那影响的面就很大 所有的臣民 员工会不幸福 到最后整个风气就会败上下来 那除了言而有信之外 君者有君的本分跟道义 臣也有他的本分道义 所以假如君不君 臣不臣 负不负 子不子 那就会天下大乱 那当领导者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本分 最重要的 要当人民的好榜样 要以人民的生活 幸福为努力的方向 而绝对不是以个人的享乐 为一个目标 那为什么孔老夫子 时时都会在他的言谈当中 谈到尧顺与汤 文武周公 都是谈论到当时候的圣王 当时候的社会现象 福祉是非常的向往 我们也可以从史书当中 去了解到 为什么这些圣王 值得我们学习效法 在史上记载着 姚弟有一天 走在路上 看到了 两个人民犯罪被抓起来 姚弟看了之后 心里很着急 我的人民怎么被关 犯法 他赶快趋钱 去把事情了解清楚 结果一问之下 是因为他们偷了人家的东西 姚弟接着就问 你们为什么要偷人家的东西 这两个犯人就说 因为上天酒汉不语 所以我们家里面已经没有东西吃了 不得已才偷人家东西 姚弟听完很难受 他就对这些压解的士兵说 他说你把他们两个放了 把我抓起来 当场每一个人都很惊讶 怎么可以把君王抓起来 姚弟就说 我犯了两大故事 第一个 因为我没有德行 所以才招赶来 上天酒汉不语 第二个错 是我没有把我的人民交好 他们才会偷人家东西 所以姚弟自成的反省忏悔 这一颗真诚心 当场天地都动容 马上乌云就 弥漫整个天空 降下赶路 所以感应确确确实实 不可失忆 依报随着正报转 尤其假如我们是一家之长 一个企业之主 一个国之领导人 我们的一言一行 影响的面都很大 当领导者当了榜样 整个是万民学习 所以当万民都能够遵从 都能够效法 整个人心的转变 就会非常快速 人心一变 所有赶来的境界就变了 所以人心善 就能够国泰民安 人心恶就灾祸连连 所以当家庭不好 公司不好 谁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领导者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因为他的影响面最大 而这些圣王都能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所以时时反省自己 所以桑汤 他的洗脸盆里面就写着 狗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 时时提醒自己 不可以懈怠 要当成名的榜样 桑汤也说到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他觉得所有的不好 他都要负最大责任 因为他是一国之主 因为所有人民的教育 也都是他在推动 所以当一个领导者 有这样反省的态度 有这样爱民的一种存心 相信一定会赢得底下人民 员工对他的爱戴 所以孟子有一段话非常有味道 孟夫子说到 军之士臣如手足 则臣士君 如权马 则臣士君 如权马 则臣士君 如国人 择臣士君 如权马 军之士臣如权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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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叩丑 孟子 孟子提到 领导者 对下属的态度 假如把他当作手足一样爱戴 那下属一定会把上司当心腹一样的爱户 勇戴 但是 领导者 假如是这些底下的员工啊 就好像权马一样 需要的时候呢 就把他劳动劳动 只把他当作工具用 那下属会把他当什么 就当一般的人民 国人一样 没什么交情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很多 员工 下班的时候 连多一秒啊 都不肯做 马上 好了 时间到了 我要走了 你假如还要叫我做的话 就要怎么样 加班费 因为啊 上司把他当工具 他对上司当然没有恩德 斤斤计较 最后 军之士臣如土鉴 我们呢 因为有钱啊 摆扣 不把下属当人看 不尊重他 他的内心啊 会很不满 日积月的啊 把上司当什么 当仇人一样看 所以我们认识一个人啊 他也提到 他跟下属 他跟下属处得不好 他是开餐厅的 后来啊 下属在餐厅里面啊 放东西啊 搞得他生意啊 做不下去啊 关掉了 所以绝对不要搞成这样 所以当我们理解到啊 孟子这一段教会 就要 当领导者 没有把组织带好 就要 行有不得啊 返求 租吉 当你这个态度一转变呢 一定会让下属很惊讶 这样呢 风气就会为之大变 好 所以领导者要做榜样 要实时反省自己 那领导人除了德行很重要 还要啊 会用人 不然呢 一个人会忙死 忙东忙西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统帅啊 是艾森豪将军 艾森豪将军啊 还有时候啊 会去打高尔夫球 他只管四个人 陆军总司令 海军总司令 空军总司令 还有一个参谋总长 管四个人 那为什么啊 有时候还要去打高尔夫球 不是贪玩啊 最重要啊 实时让心情怎么样 冷静 放松 冷静放松啊 就有智慧啊 才不会下错判断 假如一个领导者每一天 从头忙到尾 心是什么 散乱 纵使他再努力啊 假如决策错了 也会搞得一团糟啊 所以用人啊也是一个关键 那日本的企业界啊 有一个法宝 就是如何能够真正选到啊 好的主管 那什么法宝呢 就是你今天 假如这一个主管的位置 有好几个人啊 可以来争取 那领导者就可以怎么判断呢 先啊 了解他们每一个人 有没有孝顺父母 假如呢 这个标准衡量下去 只剩下两个 那你继续看 有没有照顾妻子儿女 这样 从他的德行做人一看啊 就会一目了然 所以中国人说 忠诚出语啊 孝子之门 因为有孝心啊 人生才有道义 才有恩义 这样的人啊 才能用 所以用人 唯德 不能只看才华 那民国初年有一个书法家 叫林散之 日本人对他很尊敬 尊他为当代草圣 日本人啊 日本人啊 看了他的字啊 很尊敬 到了中国来啊 还会到他们家的门前啊 给他深深 一举功 这一位书法家就提到 这一位书法家就提到 有德有才 你用的这个人啊 有德有才 他会爱才 他会爱才 无德有才 他会记才 有德无才 他会用才 无德无才 无德无才 他会毁才 他会毁才 所以这个四个标准呢 可以提供我们往后用人 的一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 一个人有德有才啊 他一定会啊 很希望啊 让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的人啊 能够有好的能力 来造福团体 造福社会 所以他会爱才 那没有德有才啊 他会嫉妒 有能力有才华的人 有德行的人 他会嫉妒 所以历史上 这个例子多不多 多啊 你看都祸国殃民 都是无德有才 就嫉妒别人啊 要置人于死地 所以我们看到 在南宋时候 勤快啊 勤快读的书多不多啊 多啊 所以现在 有一个说法说 书读越多越好 这样对不对 有待商榷啊 书读的多而没有得啊 他会拿着这些学问啊 去炫耀 拿着这些学问啊 去卖弄 去搞手段啊 那就麻烦了 所以你看 勤快害死了 大忠诚 岳飞啊 可是啊 勤快也没有好下场 所以 我有一次啊 翻开 菜根坛 第一句话 给我很深的印象 第一句话说到 弄全一死啊 七两万古 确实啊 当一个人有地位的时候 绝对不是拿着这个地位啊 去享乐啊 去弄全啊 当有这个名 有这个地位的时候 他同时代表着责任 代表着义务啊 我们应该更珍惜这个地位 造福于人 造福于民 不然啊 福报花完了 就会 七两万古 到哪里七两啊 到哪里去啊 这个影响面越大 果报越惨烈 所以 我们去 岳飞庙啊 也看到呢 有两个人啊 跪在那里 已经跪了多久了 很久了 不只跪在那里啊 旁边还有很多口水 还要在那里啊 长久被人家唾弃 不过这样也好 勤快的罪业啊 也快消完了 他同时在那里表法 应该也有无量的 功德在 好 那我们去参加 参观岳王庙 岳飞的军队啊 非常有纪律 其中有提到两句话 他 冻死不拆屋啊 饿死不奴略 他的军队规定啊 纵使啊 人死啊 也不可以动老百姓的屋子 纵使饿死啊 也不能抢老百姓的食物 所以有他这样的领导者啊 难怪军队啊 这么样的有纪律 这么强盛 这个都不是啊 偶然的 好 所以啊 假如是无德之人 重有才华 不可大用 再来 有德无才 他做人很谦卑 对人呢 很恭敬 但是呢 才华不算是很突出 这样的人 你用他 他因为有德 他会记住啊 我要把事情办好 受人之托啊 忠人之事 那他就会尽心尽力啊 去举才 所以他一定会用才 最后啦 无德无才啊 那他看到人才啊 绝对的话 要把他消灭掉 就会毁产 我们看到秦国时候啊 这个李斯啊 因为忌妒了 韩非子的才华 所以社稷陷害了韩非子 害死他 不只害死了韩非子 李斯啊 还建议秦始皇 焚书坑辱 所以这个忌妒心啊 确确实实啊 会造极大罪业 果报万劫不复啊 所以为什么佛陀要 教诫我们 要随喜功德 要称赞如来 确实啊 因为这个忌妒 是一个修行的大障碍 所以李斯啊 造作了这么大的罪业 他的果报啊 也很凄惨 他的孩子啊 跟他一起啊 到了行产 腰斩东士 从腰部啊 斩首 那个处死 好 这个 是让我们理解到 用人啊 一定要重视他的德行 好 那只要为人君者 能够死死反省自己 能够死死啊 造福于民 又懂得 用好人才 那他的工作啊 一定会推展的很顺利 那为人成子 应该啊 有什么样的 本分义务 俗话也常讲 受人之托啊 要忠人之事 所以为人部署啊 要尽忠 职守 要把工作做好 那当 领导人有过失的时候啊 我们也要啊 直言 不会 要劝诫 那现在人敢不敢劝主管啊 敢不敢 为什么不敢 为什么不敢 这个值得我们思考 因为这些部署啊 比方说在政府机关 这个长官啊 有时候会掉来 掉去 不知道要把宝啊 压在哪一个主管身上 假如呢 压在这个主管身上 后来他掉走了 我们可能怎么样 这个成本都付诸一句 所以啊 现在都比较偏向啊 讨好主管 反而忘了啊 要对主管的一些做法 给予一些建议 一些提醒 所以因为怕得罪主管 就不敢 建言 又生怕一找天子啊 一朝成 所以每天在患得 患思当中 这样日子好不好过啊 不好过 像这样的朋友啊 你一定要 拿一本书送给他 叫做了凡 死心 命里有时啊 终须有 不是这样啊 去攀营 这样去阿余残媚啊 可以获得的 而且说实在话 当我们能够真正啊 去给长官见言 当我们啊 时时是想着 把工作做好 而不是要去啊 讨好哪一个主管 因为啊 我们在政府机关工作 就是要为啊 人民负责 而不是为某一个 主管负责 而当我们越尽心尽力啊 把自己的工作办好 无形当中啊 积了福分 无形当中啊 能力怎么样 也提升上来 所以能够用 巴结缠媚啊 而让你 让那个主管啊 对你喜好的 这一些主管 他能不能做长久啊 保证啊 做没多久就怎么样 垮下来啦 所以你到时候那些投资啊 也没有用 可是因为你啊 时时尽自己本分 有服务又有会 又有做事能力的提升 当真正好的上司主管来了 他要用谁啊 用谁啊 当然用你啦 所以中庸里面有提到啊 君子居易以示命 君子绝不攀球 绝不攀远 但是啊 充实自己 时时啊 等待机会 去造福余民 而小人 行险以侥幸 小人只想着 利益自己 抓一些啊 比较快速的机会 但是往往啊 侥幸的心理啊 都会啊 做出一些啊 不顺道义的事情出来 到最后啊 福也 报销了 能力啊 也耗在哪里 耗在讨好上 而没有在工作 能力上 好 所以 成子 要时时想着自己的本分 而不是自己的公民利路而已 那在 东南亚经济风暴当中 我们也看到 很多员工啊 一两个月拿不到钱 就把工厂怎么样 围起来 不让它正常运作 好 诸位同修 这样的做法好不好 其实我们冷静来看啊 现在人啊 因为没有得到圣贤教诲啊 做事没有理智 都是寻什么做啊 情绪啊 意气 用事 搞下来的结果都是啊 两败俱伤 所以把它封起来了 这个老板呢 也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也没收入了 那公司只有倒啊 危机也处理不了 那倒了以后 员工有没有工作 也没工作 那当时呢 我们就在思考 这家公司啊 也二三十年了 那在这二三十年来啊 这一些老的员工 为什么能够有稳定的生活 为什么他的孩子 能够念书也是一帆风顺 是因为他家里有稳定的 经济收入 那为什么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除了自己的努力以外啊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啊 是老板 给了他这一个工作机会 那这二三十年来 老板的恩德啊 有没有放在心上 有没有放在心上 人不念恩啊 忘恩负义啊 是罪责自己的福报的 很多人心里会想啊 那老板领的比我多啊 我领的少啊 其实啊 一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啊 回到家里呢 都可以睡一个好觉 那老板呢 领导者呢 他还要时时想着 为整个团体啊 某长远的发展 那很多经济出现状况的时候 谁去张罗啊 都是这些老板 所以他为公司所抄的心啊 远远在啊 员工之上太多了 因为我父亲在 银行上班 所以他很清楚 常常银行要关门以前啊 都是这一些老板啊 急急忙忙啊 在那里奔波 所以这个恩啊 不能忘 当我们能念恩的时候 这个君臣 领导与毕业领导之间啊 才能够化解一些冲突 跟障碍 所以同样是 东南亚经济风暴 我们却在啊 韩国的报导里面 看到不一样的场面 韩国的员工啊 拿着自己的钱啊 去跟老板讲 你不能倒 你倒了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家庭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钱先借给你 让公司能够啊 逃过我这一点 诸位同修啊 韩国人为什么有这样的 道义啊 跟谁学的啊 所以韩国人啊 现在啊 学中国文化 是从小学一年级啊 念到大学 都有啊 非常扎实的课程设计 诸位同修在手册上里面啊 也有这样的报导 韩国人啊 非常尊敬至圣先师 孔老夫子 所以他们也确实落实啊 君臣有益 而日本人啊 他们也学的不错 你看 当他们对领导者 对公司有意见啊 他们并没有罢工 在头上啊 绑白布条 写着抗议 继续呢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那老板一走进来 看到哇 这么多人有不满 他赶快啊 召其主管 来商量 来做了解 做沟通 当领导者 有改进 有为 底下员工设想的这一份心 当然就会 化解冲突 就能够啊 和乐融融 所以我们当臣子啊 也要谨记恩德 谨记本分 而为人臣当中啊 有一个德行啊 相当重要 就是要 连结 连啊 是政治本 整个政治能不能安定 能不能长治久安 端看 这一个国家的长官官员啊 有没有连结 相同的 一个公司里面啊 能不能够啊 维系的很好 发展的很好 也跟员工有没有连结的心 息息相关 那连结啊 要怎么样培养 他欲望已经起来了 再培养来不来得及啊 就很困难 所以啊 以后我们的孩子 要很有出息啊 就要养他的孝心 养他的连结之心 他就会啊 得到 长者的信任 跟爱戴 在明朝 有一个忠臣 叫海瑞 因为我在海口做事 海口最有名的忠臣之一啊 就是海瑞 他最有名的一个戏剧啊 叫海瑞 罢官 他围观非常清廉 只要啊 他去的地方 还没有报到啊 当地的这一些豪强 这一些贪官污吏 都自己先跑路 因为他知道海瑞来一定会啊 好好啊 整顿他们 所以他去治理的地方啊 人民都非常的爱戴他 当时候我走到海瑞牧去参观 一走进去啊 看到第一幅字啊 给我很深的印象 海瑞写着啊 粉身碎骨 全不顾啊 只留清白 在人间 所以这些圣哲人啊 把德行啊 时时刻刻啊 放在心上 希望造福余民 希望能垂饭后世 这样才对得起圣贤教会 接着 接着我们又去参观了 海瑞的一生 刚好在一幅画当中 这一幅画是画着海瑞家里面的景象 而海瑞家一进门啊 挂了两一幅字 上面写着 居庙堂之高 则有其民 处江湖之远 则有其君 诸位同修 这一句是 哪一位圣哲的名言啊 范仲淹 范仲淹 这个贬到比较远的地方啊 他还是时时不忘国君 时时不忘国家的命运 所以范仲淹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的精神啊 不只影响了他的家人 还影响了往后世世代代的读书人 所以我们读圣贤的教诲啊 应该抱持着 就像中庸里面说的 动而视为天下法 行而视为 动而视为天下道 行而视为天下法 应该啊 言而视为天下者 应该啊 谨言盛行 让我们的一举一动啊 都能够造福家庭 造福社会 国家 当我们是这样存心啊 就跟 圣贤人的存心一样 而我们这样存心啊 我们每每打开 这些经典 就会觉得格外 相应 所以学习中国文化 不在时间的长短 而在啊 我们的存心 跟圣贤人的距离 是近 还是远 这个啊 更重要 海瑞后来啊 因为 朝廷啊 知道他的忠臣 很老的时候啊 还把他启用 到南京当官 后来 病逝在南京 走的时候 因为古代都要 落叶归根 就把他运回 海南来 在这个运送过程啊 整个南京城 万人 万人 空相 如上 考评 这些人民就好像啊 死了自己的父母一样 很伤心啊 都送着海瑞啊 回去 所以 从海瑞的事件当中 我们也体会到 只要 真正用心爱人民 一定会得到啊 人民的爱戴 而中国文化就是教导我们 要用道德啊 去立身 要道德去化人 那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在这一百多年来 反而啊 被忽略 甚至于啊 被破坏 作为同学 为什么 原因在哪里 这个是对文化 了解 不够 这是第一点 很多同修就讲了 中国文化怎么这么 假如这么好 那为什么清朝末年 这么腐败 这样的说法 都是 是 而非 所以我们看一件事啊 绝对不能断章 取义 一定要看整体 从啊 这几百年来看 我们也看到清朝啊 有胜 有衰 而且他的盛世啊 也维持相当的久 一百多年 就在康熙 雍正 乾隆时代 这是盛世 那这一段时间 为什么会慎 原因在哪 从康熙那时候开始 宫廷里面啊 每天都讲经典 每天啊 讲无量寿经 讲 圣贤教会 所以所有这些大臣啊 都有熏悉 都知道啊 做事做官的本分 所以 见和 同解 义和 同月 口和 无真 因为我们都是圣贤的学生 佛福萨的学生 所以国家 新圣 也 造了一个影响中国文化相当深远的书籍 就是 世库 全书啊 都是在 那个圣事当中所产生的 所以 清朝的圣啊 是因为重视 中国文化 而清朝的败呢 败在啊 不重视 中国文化 清朝啊 至始至终啊 没有出昏君了 但是出现了 一个女子 把她的国运啊 败掉了 就是慈禧太后 可能是因为啊 慈禧太后呢 在听经的时候啊 觉得这个老师啊 怎么都是在讲我 越听啊 越不舒服 就说你别讲了 通通都下来 后来啊 宫廷不讲经 人没有熏悉以后啊 烦恼 献情 明文立养啊 贪嗔痴慢啊 就出来 所以国运 就衰败 下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是因为啊 不重视中国文化 所以国家 民主啊 才败下来 再来我们再思考一下 文言文 废掉文言文的人啊 有没有读文言文 有没有 有 所以从这里我们理解到 读多不一定有用啊 无德的话 越有能力 可能就是 越大的 祸患 会把它废掉啊 好 那他们 是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是不是 不是啊 那是导火线 他们呢 对文化 不重视 然后呢 一喊以后啊 所有的人民呢 也起而呼应 这些人民为什么呼应 假如这一幕啊 搬到明朝 海瑞那个时候 人能不能把文言文废掉 绝对不可能 你看这些好官都是读圣贤书 才这么勤政爱民 他 拥护中国文化都来不及了 哪有可能废掉 所以提倡废文言文的人啊 他只是一个圆 一个导火线而已 我们不能把责任啊 推给他们 一般啊 都会看到只是导火线 真正的音在哪 长期啊 读书人 言行不一致啊 所以一般的人民 慢慢的 对读书人 会不会尊敬 不尊敬 哪一股怨气 积累到某种程度 人家要高喊 废掉文言文 才会一发 不可收拾 所以啊 文言文的废除 读书人啊 要负 最大的 责任 所谓行有不得啊 返求足迹 所以我们现在 有幸啊 也是接触到 圣贤教会 我们应该啊 好好 从自己的修身做起 让所有的人啊 重新认识 中国文化 经典教育 相信我们有这一份心啊 也能够 画这个颓废之士啊 为兴旺的 一个契机 好 这个是君臣有意 接下来 夫妇 有别 这个别啊 也属于 本分 职责 那当然夫妻之间啊 要言而 有信 不能海誓三盟 说变 就变 这样就没有信用了 那除了言语要有信用啊 还要互相信任才行 那现在夫妻之间有没有信任 本来还有点信任啊 那这个太太啊 跟三五好友 三姑六婆一聊 每一个人都提醒他 你要小心你 先生哦 他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 本来还没有很紧张 越听怎么样 越紧张 听到最后都神经 熙熙的 这样就会影响啊 彼此的 一个关系 所以我的母亲啊 对我父亲呢 没有管得很严 连啊薪水呢 只要我母亲赚到薪水 通通都拿给我父亲 从来不过问 那我父亲想 我太太这么信任我 我应该怎么样 做得更好 所以我妈妈常说啊 我什么都不会 结果呢 所有的人都替他服务 不管钱啊 很清闲 那又不会开车啊 那就先生服务 所以呢 所以呢 因为啊 夫妻彼此的信任 反而关系啊 越来 越好 所以呢 我们呢 跟朋友 聊天的时候啊 在他们的夫妻之间啊 我们要多多提起 彼此的道义啊 而不是呢 讲一些 怀语 猜忌的话语 这样会造成啊 人心 不安 好 那自家 有一个很重要的 方法 就是啊 没有秘密 自家假如有秘密啊 每天在那里 常来 常去 对方知不知道 这种事叫 自欺啊 欺人 这样的生活啊 有什么乐趣呢 虽然藏了一笔钱啊 可能到时候 藏出癌症来 都说不定 因为身心不开口 好 所以人算啊 不如天算 我们还是要 顺道 而行 在古代 有一则 故事啊 很让人家 动容 他也流露出啊 夫妇之间的道义 在 东汉光武帝时代 有一个大臣啊 叫宋宏 这个宋宏啊 非常有德行 在 国家 也当司空 是一个很大的官职 刚好正值 光武帝的姐姐 胡杨公主啊 先生去世啊 新寡 所以胡杨公主 跟光武帝在 谈话的过程啊 就有意识啊 想要啊 嫁给宋宏 因为觉得宋宏呢 非常有德行 那一般啊 那一般啊 皇公贵器啊 下嫁 嫁给这个官员 这个官员 马上变成皇亲 国戚啊 而且又是 皇上的什么 姐夫啊 所以光武帝啊 就跟宋宏啊 叹叹口气 看他啊 愿不愿意啊 把原配放下 来娶他的姐姐 一般人民啊 都是希望能够攀到这种关系 结果宋宏啊 听了以后呢 就对 光武帝讲 他说啊 贫贱之教 不可弃啊 昭康之欺 不下堂 这个昭康之欺是形容啊 就是原配 陪着我们啊 便手之主 一起创造家庭的 这个太太 另外一半 这个宋宏讲话 也很有技巧 假如皇帝说 你要不要娶我 姐姐 宋宏马上跟他说 昭康之欺 不下堂 皇帝会怎么样 哇 这么不给我面子 所以宋宏呢 他就讲 皇上啊 贫贱之教 不可弃 结果皇帝一听呢 就提起了他的 这个 道义之心啊 接着才说 昭康之欺 不下堂 所以这么一讲呢 皇帝也觉得呢 有点不好意思啊 也不强他所难 所以虽然只是宋宏啊 拒绝了这一桩婚事 他的影响面大不大 大 因为他是朝廷的大官 假如他娶了皇帝的姐姐 将造成整个朝廷啊 不好的风气 而他这么样有道义啊 也震了整个朝廷的 一种念秦义的风气 相信啊 在那一段期间之内啊 所有的官员一定不敢 把原配怎么样 假如修了一定所有的 舆论都怎么样 攻击过去 所以确确实实 读书人啊 所做的每一件事啊 都是要为社会国家负责 不只是为 当时候的社会国家 还要对往后的社会国家 所以 这一些风范啊 都是无量功德 因为假如没有宋宏演出 这样的好戏啊 我们就没得啊 学习 效法 所以诸位同修 好戏不能让 古人演 我们从今天以后啊 也要好好演 好 再下来 兄弟之间啊 要言而有信 兄弟之间啊 也要互相提膝 照顾 所以在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读书人叫陈慧 那他的女儿啊 那他的女儿啊 没有留下姓名 所以史书上是写 陈慧之女 刚好父母啊 比较早去世了 留下两个弟弟啊 一个五岁 一个七岁 而他啊 又已经到啊 要出嫁的年龄 那所有的亲朋好友啊 了解到他家庭的状况 对他们家的财富啊 就俯视丹丹 所以 他当姐姐呢 体验到 绝对不能啊 离开 他的弟弟 一定要好好把他扶养 长大 所以他就下定决心啊 现在不嫁 那他也很有智慧啊 了解到这一些亲友啊 都在俯视丹丹 他就有一天呢 煮了很多啊 好的菜 然后在门口啊 点了蜡烛 点了火把 刚好这一些亲戚啊 都走到他们家来看一看 他就很大方啊 把他们找进来 来来来 不要客气啊 来吃点东西 那当他啊 对他这一些亲人越客气啊 他们越怎么样 越觉得啊 惭愧啊 我们是来啊 看看有什么下手之处啊 结果人家呢 这么客气对待我们 这些亲人都说 我刚好走到这里啊 我的蜡烛熄掉了 所以我是啊 进来借一点蜡烛了 没有别的事 所以他善巧啊 用一个圆融的态度呢 把这个危机啊 解掉了 所以这些亲友啊 从此以后啊 就没有到家里来骚扰 而且他们也感受到啊 他这一位姐姐啊 已经决心啊 要好好啊 拉拔这两个弟弟 后来两个弟弟都长大了 也成家立业啊 他才出嫁 那时候他已经啊 四十五岁了 后来终生啊 没生孩子 他的弟弟啊 又把他接回来啊 奉扬到老 所以上天啊 一定会啊 垂爱这一些 真正啊 有道义之人 所以老子说 天道无清 常与善忍 我们要相当有信心 这样理得心安 接下来朋友之间 也要言而有信 朋友之间也有相处的道义 在汉朝时候 有一个读书人 叫张绍 他在太学里面啊 认识了另外一个朋友 叫范世 他们一起学习啊 一起成长 后来离开太学 他们就相约 两年以后啊 的某一天 碰面 结果 两年以后 那一天 这个张绍啊 就跟他母亲说 我们两年前约好了 他今天一定会来 范世一定会来 因为两个家庭啊 相隔几百里 所以他母亲呢 就不相信 不过张绍很有信心啊 他说范世啊 是一个重承诺的人 一定会到 所以 果然啊 那一天呢 范世到了 所以 朋友之间啊 非常信任 对方 所以朋友也要 言而有信 好 那这一节课 我们先上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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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尊敬的 诸位法师 诸位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我们早上 提到了 五轮当中 都要言而有信 也要啊 信守 本分 信守 义物 朋友之间的信 言出必行 我们早上也提到 在汉朝时候 然后 张绍 跟范世 相约 两年之后 相见 这个范世啊 也如期 到了张绍的家里 后来范世病委 他就跟他的太太说 要联络范世 他一定啊 会全心全力啊 照顾 他的家人 后来在 这个张绍啊 要去世以后啊 正要 把他 葬好 因为范世人 还没到啊 所以怎么葬啊 好像都量不准 后来范世啊 赶到了 这个棺木啊 才顺利葬下去 后来 范世啊 也对于张绍的妻儿 有很好的照顾 很好的安排 所以 他俩 之间的 信义啊 非常的浓厚 所以我们 可以从古代 这一些 读书人 对朋友的态度啊 感受到 他们的存心 在汉朝时代 有一个读书人啊 叫 寻巨博 刚好 他去探望 他的朋友 那朋友呢 也生了一场 大病 那很不巧啊 刚好有盗贼 到他朋友的 居住的地方啊 抢夺食物 那所有村庄的人啊 都赶快啊 跑掉了 结果他的朋友 就劝 寻巨博啊 这里太危险了 你赶快走吧 那寻巨博 愿不愿意走啊 不愿意 他说我是啊 来探望你 来啊 照顾你 我怎么可以呢 舍下你离开 这样的事啊 我做不出来 所以寻巨博 就走到屋外啊 跟这些盗贼啊 说啦 我的朋友 已经病得很严重了 你们不要伤害他 你们要伤害啊 就对我就好了 结果因为他很真诚啊 不畏生死 所以这一份 道义啊 连道贼都为之动容 道贼的头目啊 就对他的 这些同伙 说啦 他说我们皆是啊 无意之人啊 怎么可以来抢这个 有意的地方 因为他感受到 寻巨博的道义 所以他就 一声令下 把道贼啊 全部都啊 撤回去了 所以诸位同修啊 一个人的 自成心 道义之心啊 化解了一次 大的灾祸 而且 假如寻巨博那一天啊 没有雇他的朋友 自己走了 会有什么结果啊 当然 道贼室内 而他自己呢 终生会怎么样 对良心 不安 所以古代人 确确实实 对于圣贤教会啊 都是啊 常常放在心上 他们都能做到 杀生成人 舍生 取义 而这一份道义啊 非常的细微 甚至于啊 都没有开口呢 他自己啊 就期许自己 一定要做到 在汉朝时候 有一个读书人啊 叫朱辉 他在太学读书的时候 刚好他的同学啊 叫张勘 这个张勘啊 在旁边观察 观察朱辉啊 观察很久了 觉得他这个人 很讲义气 所以张勘啊 就跟朱辉讲道 说 我希望啊 假如我有什么商场良短啊 你可不可以啊 帮我照顾妻儿 他们两个虽无交情啊 可是 张勘这一番话 是把他当什么 当很信任的朋友 那朱辉觉得很突然啊 所以话呢 也没有回答 结果过没有多久啊 张勘就死了 很有可能啊 他自己呢 心里 有数啊 所以后来 朱辉听闻这个消息啊 他就带了很多的财物啊 去杠张勘的妻儿 他的孩子跟着他一起去啊 很纳闷 他就问父亲啊 他说 父亲 你从来就没有跟这个人交往过 为什么啊 你要来帮助他 结果朱辉就说到了 张勘能这么样的信任我啊 代表他在心上啊 把我当知己 而他这样的态度啊 我的心里面啊 也提起了一个 把他当朋友看的心境 所以既然已经把他当朋友看了 就应该啊 尽心尽力 所以古代人啊 对于自己的一个念头啊 都不愿意违背 所以朋友之间相交往啊 要互相提息 互相成就 所以朋友对我们的影响啊 也是非常潜移 默化 有一句话提到啦 生我者 父母 成我者 朋友 亲父善有 亲父善有 如物入中行 尹布斯奕 赴绝 好 他需要 他需要 虽不思逸 也有 没有 好 他 WIN 叶不思逸 它 你 顺 好 这一段话对朋友的影响 对我们的影响叙事的也很微妙 所以我们身体得自于父母 我们的成长也是父母的协助 那等我们出了社会 朋友的影响就日渐加大 所以亲父善友 就好像走在雾里面 如雾入中行 虽然衣服看起来没有马上湿掉 但是时时刻刻都在影响 都在滋润我们 所以入孜然之事 久而不闻其乡 所以我们希望自己能有好朋友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以后交到好朋友 那如何才能交到好朋友 是不是每天到处去找朋友 你要不要跟我交朋友 你要不要跟我交朋友 这样累不累啊 一切要随缘 但是有一点